我是张庆湘,今年已经57岁。 曾经,我拥有一个幸福的家庭,我的丈夫名叫大伟,我们是同一个村庄的人。 村子虽然不大,但他家在东头,而我家在北头,两者之间仅有几条胡同相隔。 我们是青梅竹马,小时候常常一起嬉戏玩耍。 大伟中专毕业后,被分配到了镇上的财政所工作。 那时,我在镇上开了一家裁缝店。 受母亲影响,我从小就展现出心灵手巧的特点。 母亲是位裁缝,在村里常常为人剪裁鞋样和衣服。 我参加了裁剪凤刃班学习了半年,之后跟随一位老师学习了一段时间。 随后,我在镇上租了一间门面房,为人们制作衣服来赚取手工费。 大伟下班后,常常来我的店里做作,渐渐间,我们便走到了一起。 结婚后,我们住在镇政府附近的一对平房里。 有了儿子后,我们三口之家的生活充满了无尽的幸福。 为了给孩子提供更好的学习环境,我们决定好好存钱,买套小房子,让孩子在县城读书。 当儿子上小学时,我们动用了所有的积蓄,还向亲戚朋友借了一些钱,在县城购买了一套小房子。 为了孩子,我关闭了缝纫店,转而到县城的一家服装厂工作。 由于我掌握了裁剪技能,不到半年,我就成为了技术骨干,工资也比刚开始高了几百块。 儿子的头脑非常聪明,学习上一直没有让我们担心过。 他从小到大赢得了许多奖状,已经贴满了墙,我们只好叠成一落,收在厨子里。 我们期待着儿子能考上一个好大学,为我们争光。 丈夫曾说他考上中专已经很不容易,但上大学更是他的梦想。 他希望儿子能完成他未能实现的心愿,然而不幸却悄然降临。 那年冬天,天气异常寒冷。 丈夫有个跑步的习惯,一天吃晚饭后,他去楼下跑了几圈,回来时说感觉不太舒服。 但过了一会儿,他突然大汗淋漓,手捂胸口,突然倒在沙发上。 我慌了,赶紧拨打120。 医生赶到时,丈夫已经呼吸微弱。 还未送到医院,丈夫就在路上停止了呼吸。 医生说他是突发性的大面积心梗。 当时我差点昏厥过去。 丈夫去世不到一个月,我的头发全白了,两颗牙齿也开始松动。 只有我自己知道我内心承受了多少压力和痛苦。 尽管儿子从不明说,但清晨我注意到他那红肿的眼睛,默默流泪的迹象透露着他深夜的悲伤。 他为了不让我难过,少在我面前流露对失去父亲的悲痛。 孩子的懂事反而让我更心痛,他不如放声大哭,或许那样心灵能得到些许宽慰。 高考时,孩子入读一所普通的本专业院校,老师颇感惋惜。 毕竟以孩子之前的成绩,211大学并非难事。 但我已感到足够满足,儿子完成了已故丈夫的遗愿,也算是对爸爸的一种慰藉。 儿子升入大学后,孤独感愈发弥漫,每天下班后,我再也找不到可以交流的对象。 那年冬天,我患病,高烧不退,只得住院。 孤零零地躺在病床上,泪水如雨般涌出。 一个人的生活实在太艰辛,身体健康时也就罢了,但生病时却无人照顾,心头愈发凄凉。 那天,一位大哥在病房里照顾他的母亲,多亏他的帮助,有时给我倒杯水,出去时也替我带些吃的。 我深感感激,想拿出钱给他,他却白手说,谁没难处呢,住在同一个病房也算有缘,能帮就帮一把。 我对这位大哥生出一股好感,心想,世上还是好人多呀。 那天,大哥未到病房,只有一位阿姨和我在,我已经退烧,准备出院。 我带回了几样水果,送给了这位阿姨,我还给他打了温水,帮他洗头,修剪指甲。 阿姨连连道谢,说儿子虽然照顾得好,但毕竟是个大男人,有时不够细心。 阿姨提起他的儿子时说,我这个儿子啊,不是我夸他,心眼确实好,又孝顺。 我女儿在外工作,很少回来,全年都靠他照顾。 可是这个儿子,命运很苦,人生坎坷。 而媳妇早逝,这些年,她一个人带着孙女生活,不容易呀,你看她还不到五十,头发白了一大半,像个小老头。 阿姨好奇地问起我的情况,我无奈地说,丈夫也走了好几年,我独自一人。 阿姨陷入沉思,难以启齿地说,我有句话不知当不当说,你觉得不合适就当我没说。 原来,阿姨有意撮合我和她儿子生活在一起。 她在事业单位工作,只有一个女儿,经济上也没什么压力。 听了这番话,我心头泛起涟漪。 人家条件比我好,可我害怕人家看不上我。 留下电话后,我出院了。 过了几天,我接到大哥的电话,邀请我出去吃饭。 在一家优雅的餐厅,我们初次坐在一起。 大哥说起他的家庭情况,由于特殊原因,他和妻子结婚多年才有了孩子,妻子已病逝,孩子才上六年级。 大哥皱着眉头说,这些年虽然有人给他介绍伴侣,但担心孩子受委屈,一直没有在找。 通过一段时间的相处,我发现这位大哥是个憨厚老实的人。 于是,我们慢慢地走到了一起,组成了一个家庭。 女儿名叫小霞,是一个瘦弱腼腆的女孩。 当我们刚刚开始共度生活的时候,她以怯怯的眼神注视着我,我从她眼中读出了孤独的身处。 我用百倍的关爱对待这个孩子,她早早失去了母爱,情景让人心生怜悯。 为了照顾老人和孩子,在婚后,老公不让我出去工作,于是我安心地在家里默默地照顾着这个家庭。 小霞的学校离我们家有好几条街,她以前是独自一人走去上学。 随着时间的推移,我每天都接送她上学。 一开始,她坐在我的电动车后面,默不作声。 渐渐地,我们变得熟悉了,她悄悄地把脑袋靠在我的后背上。 那一刻,我的内心变得异常柔软,因为这是孩子对我的信任啊。 刚开始,女儿不知该如何称呼我,慢慢地她开始叫我张仪。 有一天晚上,小霞生病了,发着高烧。 老公在单位加班,没有回来,我非常着急。 我找了一件衣服裹着女儿,背着她匆匆去了附近的诊所。 打完针后,我还是不放心,于是搂着孩子一起入睡。 直到她退烧,我给她喝了两大杯水,我才安心地入睡。 第二天早晨,当我醒来时,小霞已经醒了。 那天正好是周末,她不用上学,却端着一杯煮好的牛奶给我。 她悄悄地贴在我怀里,轻声地喊了声妈妈。 那一刻,我的眼泪涌了出来,多日的付出终于换来了孩子的认可。 我激动异常,特意领着孩子去商场给她买了一套新衣服。 我电话告诉了老公这个好消息,她在电话里也激动地哽咽了。 丈夫气不成声地说,谢谢你,你给了孩子一份母爱。 这些年,我既当爸又当妈,非常辛苦,但是孩子有时也和我疏远。 毕竟她是女孩子,自从你来了以后,我们家才有了欢声笑语。 儿子放假回来时,兄妹俩相处得特别好。 儿子辅导女儿学习,累了时他们俩就去楼下打羽毛球,或者一起去逛街。 我和老公看在眼里,洗在心里。 这就是我们期望的一切,一家人和和睦睦,平平淡淡,多么美好。 小霞上了初中,儿子大学毕业。 面临工作还是考研的问题时,我们娘俩商量着。 老公却提出反对意见,他说孩子只要想考研,我们就得支持他,不要怕花钱,有他在呢。 儿子继续攻读本校的研究生,所有花费都有老公出。 他对儿子如此悉心关爱,我对女儿也更加宠溺。 儿子研究生毕业后,工作第二年就结婚了,亲家是当地的。 而媳妇生了孩子,亲家帮忙带,我们只是偶尔去看看,深感亲戚的付出。 每到年底,丈夫给亲家包个一万的大红包,表达我们的心意。 女儿进入青春期后,她的悄悄话不再与爸爸分享,只有见到我的时候才愿意倾诉。 我们娘俩分享着她成长中的快乐。 在我的引导和陪伴下,女儿变得开朗、乐观、大方。 儿子经常和女儿联系,鼓励她好好学习,考个好大学。 小霞的学习成绩进步神速。 到了高中,她名列前茅,高考时成功考入省城的师范大学。 小霞收到大学录取通知书的那天,我们家突然发生了一场震惊,就像一场晴天霹雳。 丈夫在一次体检中被查出患有晚期肝癌,我们都吓坏了。 这曾经健康的丈夫怎么会得上肝癌,而且还是晚期呢? 得知这个消息时,我差点跌倒在地,无法接受。 丈夫告诉我,她的腹部不是已有很长时间了,但她舍不得花钱去医院检查。 听到这里,我心如刀脚,泪如雨下。 我对丈夫说,哪怕把我们两家的房子都卖了,也要给她治病。 然而三个月后,丈夫还是没能战胜病魔,她不舍得离开了我们。 临终前,丈夫把女儿托付给我。 我含泪承诺,只要我有一口吃的,绝不让孩子为难。 小霞几次哭晕过去,我抱着她,也哭得浑身颤抖。 幸好,当时我儿子在一家大公司工作,年薪颇风,生活逍遥无忧,也不需要我过多操心。 随后,我的任务主要是支持女儿完成大学学业。 当小霞即将上大学时,他哭着说,妈妈,以后请不要再寄生活费给我了。 爸爸不在了,我们家的收入也没有了。 我可以在学校的餐厅打扫卫生,或者在周末找份工作赚点钱。 我匆忙回应,亲爱的女儿,你不必担心钱的问题。 有妈在,我还懂得缝纫技术呢。 我会找一份在服装厂的工作,你只需要专心读书。 要像你哥哥一样,大学毕业后考个研究生,这样就能找到好工作。 小霞回校后,我没有歇息一天。 迅速找了几家服装厂,可惜都不需要人手,只好去一家鞋厂找工作。 在鞋厂,我每天辛勤工作十五六个小时,为了多挣点钱,中午不回家吃饭, 只是携带着馒头和一包榨菜。 偶尔带上一根火腿肠,就是我无上的美味。 终于,在鞋厂的辛苦努力下,我成功支持小霞完成了大学和研究生学业。 小霞研究生毕业后,成功通过了事业编考试,进入了市职单位工作。 小霞工作后,我默默地对着已故丈夫的一项说, 老公啊,你可以放心了。 儿子找到了好工作,现在女儿也开始工作了。 他的职位有好几百人竞争呢,看看我们的女儿多么出色。 你离开得太早了,可惜你没能亲眼看到这一切。 丈夫去世后,我一直住在这里。 他们家的房子比我们家大得多,有120多平方米,而且是一楼,非常方便。 我的家在楼顶,爬上爬下特别费力。 小霞去市里上班后,我给他打电话说, 女儿啊,要不我搬回小房子住吧,把这个大房子租出去, 每年能赚一万五六,到时候把房租给你, 我一个人住这里太浪费了。 小霞急忙说,妈妈,您想得太多了, 您在这里生活了这么多年,已经习惯了这里的一切。 您可不能搬走,我回家的时候怎么办呢? 有您在,才算是家。 女儿的话让我泪如泉涌,母在,家就在。 这句话听起来多么熟悉,多么温馨。 有一天,小霞从市里回来,一进门就喊着,妈妈。 然后,递给我一个信封。 我接过信封一看,里面是一叠钱。 数了一下,竟然是整整四千块钱。 小霞说这是他第一个月的工资,总共发了四千六百块钱。 他只留下了六百块的生活费,其余的四千块全部给了我。 他说,妈妈,这十年您对我的疼爱我心里一清二楚。 如今,终于有能力孝敬您了。 这四千块钱您自己留着,买些新衣服,买些好吃的东西吧。 这些年,我几乎没见您穿过新衣服呢。 握着女儿递给我的这四千块钱,我激动得热泪盈眶。 对于自己的亲闺女,我能期待什么呢? 儿子虽然收入不错,却从来没给过我一分钱,偶尔买个礼物而已。 然而,小霞却把他头一个月的工资全部交给了我。 我的心情,岂能不温暖呢? 我这些年的辛劳并非白费,这是一个有良心的孩子。 小霞上班后,我依然在协场工作。 我想攒点钱,将来可以作为他的嫁妆。 不久后,小霞谈了一位男朋友,她实在是医院工作的,家庭条件很不错。 女儿结婚时,她带我去了一家喜妈妈服装店,给我量身定制了一身漂亮的深红色旗袍,非常合身。 女儿结婚那天,我代表女方款款走上婚礼的舞台,心情百感交集,我强忍住涌上眼角的泪水。 除了亲家,婚礼上的其他人都不知道我是小霞的继母。 婚宴开始后,我把小霞拉到一旁,悄悄递给她一个蓝色的布包。 小霞笑着问,妈妈,你这个包里装的是什么呢? 我鼓励她打开一看,小霞一层一层地展开这个包,里面是两件她小时候穿过的衣物,一件是粉色的小毛衣,另一件是漂亮的小裙子,都是当年我给小霞购买的。 小霞惊讶地说,妈妈,你怎么把我的小衣服留到现在呢? 这么多年了,你居然还保存着我的衣物。 我点了点头说,亲爱的女儿啊,你小时候的东西妈一直都珍藏着。 这次只是拣选了其中两件比较有纪念意义的,留给你自己当个美好的回忆。 将来你有了孩子,也可以分享小时候的故事。 小霞拿起小裙子,轻轻摸索,衣服下面她发现了一张存折。 我告诉她,亲爱的,这张存折里面有十六万块钱。 你爸临别时,我们家有几万块的积蓄,再加上她的抚恤金和我这几年攒下的,还有你给我的那个月的工资都在这里。 这是我送给你的新婚礼物,当作你的家底吧。 小霞紧紧拥抱着我,低声说,妈妈,这笔钱我真的不能要,你留着用吧。 以后你别再去打工,就用这些钱好好养老。 我和老公商量好了,我妈没有退休金,所以我们每个月都会给我妈存一千块钱作为养老金。 妈妈,你养我长大,现在轮到我养你变老了。 这是应该的,女儿温柔的话语让我再也无法掩饰眼中的泪水。 你养我小,我养你老。 这简单的承诺却蕴含着深深的感动。 有这样的女儿,我真是三生有幸。 朋友们,你们觉得呢? 欢迎留言评论。 下面请听另一则故事,救援骗局。 我老公因为就一条狗死了,肇事者却在警察面前装无辜,法院判他无罪,他还委屈哭成一朵白莲花。 既然法律不给我公道,那我自己讨回这份公道。 那天我们去装空调,有个女孩求我们救人,说她妹妹从楼到栏杆爬出去,爬到空调架上了。 我老公怕孩子有危险,赶紧爬到护栏外面,可等爬到空调架上,才发现那根本不是什么妹妹,而是一只小狗。 她说哪有孩子啊,只有狗,结果那女孩说,那麻烦你把狗狗救上来吧。 我怕你听说,是狗就不救了,谢谢你啊,好心人。 我当时一听这话,只觉得肺都要气炸。 我老公进退两难,也只能先救那条小狗。 谁知道,小狗受了惊吓,来扑咬我老公,他脚一滑,从空调架摔下去。 我们是专专业装空调的,本来有护具拴着栏杆,我却亲眼看着那栏杆直接断了,砰的一声。 我惊慌地朝他伸出手,却根本来不及抓住他,眼看着他往楼下坠落。 又是砰的一声响,我整个人都疯了。 女孩一看我老公坠楼,下得赶紧跑了。 我竟然没去追他,脑子里全是空白,傻傻地去按电梯,不停地安慰自己不会有事,可我手脚都忍不住颤抖,呼吸也开始急促。 我想哭,却告诉自己不要哭,我怕不吉利。 等来到楼下的避难层,就看见老公摔在那,他没有流血,表面看着好好的。 我跪下抱着他,尝试叫他名字,可他闭着眼睛,怎么也不回应我。 明明我告诉自己不吉利,却还是忍不住掉眼泪,脚救护车使手都在颤抖,差点拿不稳手机。 送去医院,医生说他摔断了脊椎,很难就回来,让我赶紧先往医疗卡里存钱。 我整个人犹如遭遇了晴天霹雳,好像世界的一切都慢下来了,安安静静的,脑子里全都是今天出门时。 我说耳朵冷,老公搓热了手给我暖耳朵,我还心疼他手粗糙了,说要给他买护手霜的场景。 那就是我们最后的浪漫。 我存进了家里所有的存款,求医生一定要就回他,可当我在手术室门口一直等到医生出来,他只能很遗憾地告诉我,他们尽力了。 我的老公就躺在床上,一层白布盖住了他,我本来还在发愣,试图牵起他的手,期望着他的大手能握住我。 我还傻傻看着他手指上的婚戒,直到他的手毫无力气滑落,我终于没忍住嚎啕大哭,哭得撕心裂肺。 好痛,好痛啊,那种窒息的感觉,怎么也喘不过气,心脏跳得好痛好痛。 我抹着眼泪,说,你为什么倒下了,你能不能起来,你以前最怕让我哭了。 他总是舍不得我哭,总会帮我擦去泪水。 可是再也没有帮我抹眼泪的人了,我只能把脸蹭在他的大手上,假装是他在抹去我的泪水。 可那手好冰好冰,一点温度也没有。 那女孩跑了,但是警察替我把她捉回来了。 她被抓后在警察局里哭,哭得眼睛都肿了。 她说,难道就我一个人觉得自己委屈吗? 我看她是专业的,我才让她帮忙去救狗狗,栏杆断了是物业的事,和我有关系吗? 我好像个泼妇,冲上去扯她的头发,用力扇她耳光。 她吓得大叫,警察救命。 派出所里很乱,我被警察们扯开了,她又开始大哭,说她是无辜的。 警察让我不要冲动,可以提起诉讼,我死死看着这个婊子的脸,我好想把她杀了,再和我老公一起去死。 可我又想起了孩子,她已经没有了爸爸,还在等妈妈回家。 要是连我都没了,谁来照顾她最后的骨肉? 我只能企图法律给我公正,但法律没有。 当我把她告上法庭,法院却认为是我们自己要爬出去的,负有一定责任。 她做错了,但她不负任何刑事责任,她一天的劳也不用做,只负民事责任。 最终判决是我们自己承担一半责任,她和物业共同担责,各承担25%,轻轻地一纸判决,彻底压垮了我。 我看着法官严肃的脸,忽然在想,我好傻,我在等什么呢? 我不在乎她赔多少钱,我要她的命。 当我从法院出来,傻傻地看着那女孩往外走。 她今天打扮得很小巧,像个精致的少女娃娃,一堆亲朋好友围惧在她身边,心疼她的遭遇,安慰她不要难过。 他们到了马路边等车,我忍不住追过去。 公交车来了,她回过头,红着眼睛和我说,这下你满意了吗? 我都跟你道歉了,我爸妈那么不容易,却要赔十几万,我真后悔找你们帮忙,明明是你们自己,她的话没能说完。 因为我看车来了,直接把这婊子推到了马路上。 公交车紧急刹车,我看见她到了车底下,心里满满都是痛快。 我早就该这么做的,为什么还要傻傻等着? 她家里人都急坏了,她妈扯着我头发,她爸用拳头使劲砸我的背。 我掏出手机,使尽全力砸她妈妈的脸,往鼻梁和眼眶上砸。 我告诉自己,我要抽死这对老不死的夫妻,是他们养出了一个败类。 法院门口乱成一团,大家都赶紧来拉架,还有人把女孩扯了出来。 我本以为能看见一具尸体,可她没事。 她没被车轮压到,却吓得脸色苍白。 当瞧见她还活着,我心都绝望了,有法警摁住了我,让我冷静点。 我怎么冷静? 我的人生全被她毁了。 她一家人特别愤怒,说欠我家的赔偿不给了,否则的话,他们会追究这件事,让我也去坐牢。 有律师一个进叹气,说我太不理智,这么一推,把十几万给推没了。 没有人懂我,我不在乎那十几万,我要的是一个公道。 我看着她一家人上了车,忽然想,既然法律不给我公道,那我自己讨回这份公道。 是时候自己动手了,我回到家,给我和孩子报名了去东南亚玩的旅行团。 又给在国外打工的亲戚打电话,问她能不能来接我,亲戚知道我的处境,她沉默了很久,让我不要冲动。 我说我没有退路了,她终于给了我答复,让我把房子卖了,她能花钱帮我解决在国外的居留问题。 我没有犹豫,联系了中介便宜挂我的房子,结果中介很开心,根本不挂上去,直接自己掏钱跟我买了。 换房本的时候,我忍不住掉了眼泪。 记得我们买这套房的时候,我刚怀孕,老公把我抱在怀里,好温柔地摸着我的肚子,说家具要用好一点的,她怕甲醛对我身体不好。 我们房子不大,在我坐月子和哺乳期的那段时间,她怕吵到我睡觉,总是偷偷摸摸爬起来,去外面的走廊上洗床单,换尿布。 她不敢让我劳累,怕我患上腰痛的毛病。 她是那么好那么好,虽然她很穷,却能给我一个安稳的家,让我做个幸福的小女人。 如今我却什么都没守住,亲手卖了她给我留下的回忆。 中介有些慌,担心地问我是不是反悔交易了。 我摇摇头,签上自己的名字。 一切都安排妥当,我已经把自己逼到了绝路上。 但是没关系,一个好男人被伤害的时候,她的妻子应当讨回这份公道,哪怕是走上绝路。 对我而言,这才是夫妻。 夫妻相濡以沫,当她毁了我的避风港,我只要她以命偿命。 旅行团出票了,周五早上七点的飞机,五点多就要到机场。 我一直等到周四的晚上,把儿子托付给娘家,骗父母说我今晚有事,让他们帮我第二天把孩子送去机场。 交代完小孩的事,我在家翻出了一把菜刀,又觉得太大了会被发现,于是我换成水果刀,藏在自己的包里。 我带上老公生钱用的护具,就去了那个女孩的家。 我一直在和她打官司,太了解她了,她叫赵丹丹,就住在我们之前装空调的那个小区,房号是1104,那就是我老公摔下去的楼层。 小区有保安,但是地下停车场没有。 我进了车库,在楼洞口一直等着,等到有人出来,借机溜了进去。 来到十一楼,已经是半夜十点半,小区里安安静静的。 这里的栏杀已经被换了新的,1104是尾层。 我把护具绑在自己身上,又从栏杆爬了出去,那就是我老公之前摔落的地方。 我忍不住往下看了看,避难层在七楼,他当时就是躺在那儿。 我又湿润了眼眶,擦擦泪水,小心翼翼往楼的侧面爬。 楼的侧面有进入赵丹丹家的窗户,但是没有栏杆,不知道为什么,我心里一点也不怕。 要是掉下去了,大不了我和我爱的人一起离开这个人世。 站在栏杆外,晚风吹过,我看着下面的深渊,没忍住笑了。 赵丹丹,法律没来找你,但你开开窗? 我来了,我纵身一跃,想抓住窗炎,但是没能抓住,摔了下去。 护具牢牢固定住了我,这新幻的栏杆很结实。 我又爬上去,重新朝着窗户跳了过去。 失败,再是,失败,再是。 我跳第五次的时候,终于抓住了窗炎,我使劲地往上扒拉,用脚尖顶着瓷砖的凸起,用脑袋去顶窗户。 谢天谢地,他家没有关窗户,留着窗口通风。 窗户打开了,我爬进去,解开自己的护具,成功潜入了房间。 房间里黑漆漆的,但是透过门缝,可以看见外面的客厅还亮着灯。 我趴在门口,能听见那个赵丹丹在和人打电话,他一直在和人哭诉。 我听了好久才听明白,他爸妈不在家,因为要赶飞机去外省,去他大学里求情。 他这次的事情被捅到了学校里,学校认为影响很不好,想让他退学。 但是他家认为孩子没有刑事责任,学校这是无理取闹,剥夺了他读书的权利,所以还在和学校争执。 赵丹丹一边打电话一边哭,仿佛自己承受了天大的委屈。 终于他打完了电话,我在屋里苦苦等着,听着他的脚步声越来越近。 当房门被推开,我喊了句见人。 赵丹丹惊地回过脸,那脸上满是惊恶,而我已经把水果刀划在了他的脸上。 他的脸上顿时满是鲜血,一道大大的伤痕,将他精致的脸彻底变为丑陋。 他吓得发出尖叫,转身想要逃跑,而我抓住他的头发,使劲地往门上砸了两下。 赵丹丹丹痛苦地捂住自己的脸,想用力撞开我,却怎么也挣脱不开。 突然,我感觉脚上一疼,终于放开了赵丹丹。 一阵狗肺,低头看去,是当初爬到空调架的小狗。 这小博美也许是感应到了主人的危险,用力咬着我的腿。 我冷冷看着狗,这就是一切事情的起因。 我看的不是小博美犬,我看的是逃跑的赵丹丹,它就是那条健狗。 我哪里会让它逃走,一脚踢开了博美,它顿时吓得钻进了沙发底下。 我追在它身后,但是它家的客厅有许多杂物,电视机旁边还有一堆箱子。 赵丹丹逃跑的时候,推倒了箱子,这些箱子挡住了我的去路。 当我绕开的时候,它已经跑到了厨房里面,拿着一把剁骨刀冲了出来。 它脸上还流着血,握着剁骨刀的手在发抖,血丝底里地对我吼,来呀。 你来呀,你这个败类,我都和你道歉了,你为什么还要阴魂不散地缠着我? 我冷冷地看着它,才发现自己面对它的剁骨刀一点也不激动。 原来人在走到绝路的时候,真的一点也不怕死。 我知道自己武器不如它,我这水果刀没法将它一刀毙命, 而它手里的剁骨刀要是砍在我的身上,这个贱人只会被判正当防卫,第二次大摇大摆地走出法院。 客厅里的灯光照在那剁骨刀上,刀锋反射着一缕寒光,仿佛宣告着要剁碎我的骨头。 我看着它猙獰的脸庞,忍不住笑了,好啊,要么你死,要么我死,你为什么非要逼我? 你不死,我睡不着。 这是一场博弈,堵住是命。 餐桌挡在我和赵丹丹之间,我借助着餐桌和它绕圈, 只要它朝我追过来,我就朝餐桌的另一边绕过去,多么像电视里滑稽的场面,但要是失误了,付出的代价就是命。 赵丹丹好似发颠的婊子一样,她绕着追了两圈,眼看追不上我,突然就放弃了机会,握着刀朝大门口跑去。 我哪里会给她这个机会?我拿起餐桌上的一个碗,直接朝着赵丹丹的脸砸了过去。 赵丹丹跑得并不快,碗针砸在了她的脑袋上,打得她亮枪了一下差点摔倒。 我抓住机会,一把从餐桌旁的酒柜扯起了一瓶没开封的白酒盒子,抱在怀里朝她扑了过去。 赵丹丹慌乱地尖叫,她的尖叫声好似杀猪一样难听,和她的人格一样令人作呕。 她手里乱挥着,那剁骨刀已经剁了下来,但是白酒的盒子太大,那剁骨刀劈在白酒盒子上。 我听见里面有砰的声音,应该是瓶子被砍破了,可是剁骨刀再也拔不出来。 我直接一刀刺进了赵丹丹的腹部,再将刀拔了出来。 赵丹丹疼得捂住肚子,一边痛叫,一边倒在了地上。 我不懂打架,但我懂得用刀子,我不是小女孩,我在厨房里为孩子和老公做过那么多年的菜。 这种批的剁骨刀,离她越近,她能发挥的威力就越小。 因为太近了,根本还来不及使出力量。 在厨房里剁骨头的时候,都是高高将剁骨刀举起在落下,从来不像普通菜刀,轻轻举起就能锋利地切开食材。 她只是挑了把看起来很可怕的刀子,又重又不够锋利,其实还没普通菜刀好用。 蠢货。 赵丹丹坐在地上吓得发抖,她捂着肚子,地板上还湿漉漉了一片,原来是她吓得尿了。 我抓着她头发,冷笑着说,贱人,你以为毁了别人的家庭,说句对不起就能过去了。 她捂住脸,哆哆嗦嗦地说,姐,我错了,我赔你钱,我真错了,你不知道错,你现在道歉是因为你怕死,你从来不知道错。 你真恶心,你毁了我和我老公,让你死才是平等交易,现在你装什么呢?你死了吗?你还好好活着。 我脱下了她的袜子,往她嘴里塞,她不肯张嘴,我狠狠扇了她两个耳光,她总算张开了嘴。 把她嘴堵上以后,我在她家里找出她爸的皮带,把这娘们的手脚都绑了起来。 赵丹丹全身被捆绑住,满脸都是惊恐。 我居高临下看着她,很认真地与她说,我以前有个幸福的家庭,全都被你给毁了。 你放心,我想杀你,但我也不想让我的人生背上杀人的罪名,我要跟你玩个游戏,就赌你的命。 赵丹丹丹毁容丑陋的脸上,带着满满的惊恐,让我心满意足。 我拿起她的手机,利用她的指纹解锁,看起了她和父母的聊天记录。 她父母不在家,要赶去她学校。 因为这件事情影响不小,赵丹丹的学校都知道了,学校认为影响很不好,决定开除她的学籍。 但是赵丹丹家里不服气,他们觉得自己女儿没有行事责任,学校无权开除,所以她父母还在外地。 我笑了,轻轻地说,这一刀,让老天爷决定你活不活。 我看过了,现在是晚上十点,你爸妈明天下午四点才回来,算上他们回家和送你去医院的时间,就算二十个小时。 我们读你能不能熬过二十个小时,如果你到时候还活着,这笔账就算轻了,是老天让你命大。 如果你死了,你别难过,你只是付出了平等的代价。 她崩溃地摇着头,我却没有任何怜悯之心。 机会我已经给她了,看她自己的命够不够硬。 砰砰砰,就在这个时候,门外忽然响起了敲门声。 我顿时一惊,想不到这么晚了还有人上门,难道是赵丹丹的男朋友? 外面响起了敲门人的声音,是个男人,赵小姐,我是物业的王经理,我带东西过来了。 物业?我想不明白,这大晚上十点,物业跑来她家干什么? 我没有急着回答,而是又翻起了赵丹丹的手机,在微信里搜索物业两个字,果然看见了联系人,上面写着物业王经理。 点开他们的聊天记录,愤怒在我的心中一点点扩大。 怒意滔天?赵小姐,非常感谢你的帮助,正好我们之前做活动,还剩下很多礼品,我带一些去你那好吗? 是我要谢谢你们的一万块钱,我换新手机了,哈哈。 嗯,之前投诉过栏杆的事,还请你千万不要说出去,哪怕当茶余饭后谈也不行,谢谢你的配合,我等会儿就送礼物上去。 我呆呆地看着手机,只觉得头晕目眩。 我难难道,什么意思?什么之前投诉栏杆?物业为什么要给你一万块钱? 赵丹丹脸上的惊恐更加明显,我使劲往上翻,却发现他们之前的聊天记录被删得干干净净。 这一段记录我能看到,也是因为这是刚刚才聊过的。 我一把抓住她的头发,恨得说话都在发抖,你是不是早就知道栏杆不稳固和物业投诉过? 不然人家好端端为什么送你钱? 赵丹丹使劲摇头,但脸上的慌乱已经说明了一切。 贱人?贱人?她一早就和物业投诉过栏杆的问题,物业却没及时处理。 在这种情况下,她竟然还骗我老公出去就一条狗。 事发之后,仅仅因为一万块钱,她再次泯灭了良心,跟物业同流合污,隐瞒了这个事实。 不对,不是泯灭了良心,她从来都没有良心。 外面的人还在敲门,我将水果刀顶在她的脖子上,拿掉她嘴里的袜子,冷冷说,告诉她你在洗澡,让她十分钟后再来。 敢多说一个字,我宰了你。 赵丹丹不敢反抗我,她哆哆嗦嗦地与外面讲,我在洗澡,你十分钟后再来。 敲门声戛然而止。 那王经理听过后,很客气地说,那赵小姐,我十分钟后再来,您不着急。 事发突然,完全打乱了我的计划。 我寻思一会儿,再次堵上了这个女人的嘴,将她拖到了这客厅的仓库里。 然后,我拿来拖把,将刚才地上的水渍和血迹打扫干净。 我完全可以让物业明天再来,这样我就能平平安安离开,但我偏不。 我本以为我的仇人只有她,现在看来,我错了。 物业跟她狼狈为奸,都是害死我老公的凶手。 今天,弄死一个是弄,弄死两个也是弄。 这样才得以慰藉她的在天之灵。 我要做的准备工作不少。 打扫完血迹和尿字之后,我不再用水果刀了。 因为我已经身处赵丹丹家里,我不需要再隐藏。 我去厨房拿起了菜刀,并且把其他所有刀都藏在了柜子里。 因为在这个屋子里,只能由我一人占据着主导位置。 考虑到我和赵丹丹的面容不一样, 我又从她浴室里拿来了一张面膜贴在脸上。 至于发型的不一样, 我选择用发箍把头发捆了起来。 我站在镜子前看了看自己, 为了再谨慎点, 我关闭了屋里的大多灯光, 只留下浴室的一盏灯, 让屋里显得很昏暗。 这样一来, 想必那王经理第一眼怎么也看不出问题。 做完这些, 我来到了门后静静等待。 没等多久, 再次响起了敲门声。 扑通,扑通。 我心跳越来越快。 那是一个成年精壮男子, 他的威胁性远远大于赵丹丹。 但我已经无路可退。 我打开了门, 那王经理是个高高壮壮的男子, 他被昏暗灯光下, 我的面膜吓了一跳, 然后笑着说, 赵小姐, 在敷面膜呀。 我只是点点头不说话, 他顺势走进来, 把一堆礼品放在屋内, 此时他背对着我蹲下身, 我看见他手机也在礼品盒子上, 估计是因为他用的手机很大, 在裤子口袋里弯腰不方便。 我怎么可能会错过这个机会, 直接一刀朝着他劈了下去。 可王经理的速度很快, 他放好礼品起了身, 要回头跟我说话, 导致这一刀直接劈在了他的腹部, 随后响起了砰的一声。 不像人被砍中的声音, 我心里预感要糟。 一个对讲机从他的腰间掉落, 掉落在地上。 我怎么也没想到, 这一刀竟然劈在对讲机上了。 他很快就反应过来, 吓得大叫一声, 而我再次举起刀, 朝着他劈了过去。 可让我怎么也没想到的是, 王经理非但不躲, 反而还主动朝我凑了过来, 他竟然用脑袋来顶我的刀。 我的天, 我不明白他在做什么。 这一刀劈在他的头上, 顿时鲜血淋漓, 可他却借助着体重狠狠撞开了我。 比起他, 我的身形是那么小, 犹如叶子一样被撞在门上, 我下意识握紧了刀, 我怕刀子撒手, 那是我唯一的保障。 我又死抓住门, 不让他有机会逃走。 王经理眼看逃走无路, 急忙从客厅拿起椅子, 一把又一把将椅子朝我丢来, 重重砸在我的身上。 木枝的椅子砸在我的胸口, 脑袋, 胳膊。 我疼得全身都感觉要断了。 他砸完了椅子, 马上跑去厨房翻找, 但里面所有的刀早就被我藏了起来。 距离厨房最近的是仓库, 他当机立断, 赶紧打开了仓库的门。 他忽然吓得叫了生卧槽, 应该是赵丹丹吓到了他。 眼看着我提到朝他追来, 王经理顾不上赵丹丹也在里面, 赶紧躲进了仓库。 妈的! 刹那间, 我满心都是失落。 我恨透了那个对讲机, 明明本来有机会。 我不敢犹豫, 忍着痛暴来了一把椅子, 顶在了仓库的门把手上。 这样一来, 门把手想往下按的时候, 就会被椅子给顶住。 但我不敢小瞧对手, 这个王经理有些不对劲, 他出乎我意料得很辣。 我又使尽全力顶着餐桌, 把餐桌顶到了门口堵死。 我敢保证, 这门是真被堵死了, 因为我把餐桌往侧面推, 餐桌一头紧紧挨着仓库的门, 另一头紧紧挨着厨房的墙壁, 这门已经不可能打得开。 做完这一切后, 我精疲力竭, 坐在地上大口大口喘着气。 休息时, 我实在疑惑王经理的行为, 拿出手机搜了一下, 才知道人的头骨很硬, 当被人持刀伤害的时候, 用脑袋去顶, 反而比用手脚去挡更靠谱。 因为脑袋很难被劈开头骨, 可手脚若是筋脉被砍断了, 再也没有反抗的可能。 这王经理明显不是个善茶, 我想或许他来这儿当经理之前是个混社会的, 否则怎么可能反应如此迅速。 这时候, 仓库又响起了敲门声, 是那王经理在说话, 朋友, 我们有事好商量。 你是那修空调师傅的老婆吧? 你听我一句劝, 我听说你们还有孩子, 你要是去坐牢了, 孩子怎么办? 我听着他的话, 心里的恨更深了。 他们也知道我有孩子, 他们夺走了一个孩子的父亲, 他们没有任何良知, 现在却祈求我做一个有良心的人。 我反悔了, 我本来还想让赵丹丹煎熬二十个小时, 把他的命交给老天, 可当知道他跟物业做出这种事情时, 我彻底反悔了。 我回到厨房打开柜子, 赵丹丹家这个小区没有天然气, 用的是煤气罐。 我有了一个新主意, 我剪断了煤气罐的橡胶管, 拖着煤气罐来到仓库门口, 然后蹲下身, 把它拖到餐桌底下。 我本来可以放一把火, 这样王经理和赵丹丹都会死于火海。 但我不能这么做, 我知道这栋楼里其他人是无辜的, 冤有投债有主, 是谁害死了我老公, 我就要谁付出代价。 橡胶管有些硬, 尺寸也有些大, 没法从门缝底下塞进去。 但是我不慌, 我拿来了吹风机的风嘴, 选了个最细的, 然后用胶带把橡胶管绑在一头, 风嘴那一头对准了门缝。 我打开煤气罐, 总算是松了口气, 这些煤气会缓慢进入仓库, 而它们无论如何都出不来。 想到它们的报应, 我很满意, 我没有急着走, 而是用手压着风嘴, 让它一直顶着门缝。 无论里面怎么跟我说话, 怎么跟我求饶, 我都当作耳边风, 足足按了二十分钟。 仓库里渐渐没声音了, 我不会傻傻打开仓库门检查, 但我也知道时间早已足够。 我想了想, 又拿来交代, 将风嘴固定在门缝上, 保证哪怕我离开了, 煤气也会源源不断地进去。 做到这一步, 我才松了口气。 是时候跑了, 带着我的孩子, 逃到别的国家去。 我打开房门, 我傻傻看着栏杆, 忍不住伸出手, 轻轻抚摸着。 就是这里。 我最爱的那个人, 就是在这里和我永别了。 我来到角落, 黑暗的小角落, 还有我之前留下的绳索, 因为它太小太黑暗, 而且又在栏杆外面, 刚才王经理来 才没有发现。 我收起绳索出了小区, 心情逐渐愉快起来, 不由地想起了老公。 一阵微风吹来, 我闭上眼睛, 知道那是他在拥抱着我。 我曾经读过一段话, 我会化为天上的星星, 陪你入眠到天亮。 我会化为一股清爽的风, 吹拂过你的脸庞。 我会化为突如其来的一场雨, 淋湿在你身上。 生与死不能把我们隔开, 你一定会感受到我的存在。 今夜, 星空灿烂, 晚风徐徐, 是他在陪伴着我, 是我对得起他 这场婚姻的证明。 我闭上眼, 虽然没有雨水降落, 可那阵温柔的风, 吹动着我的头发, 轻抚着我的脸庞, 好似他轻轻拥抱着我, 抚摸着我的脸, 亲吻着我的脸。 我好想你, 我最爱的人。 我好爱你, 你还会爱我吗? 即使今晚, 我的双手染上鲜血, 将来我到了世界的那一头, 你还会把我当成 那个人畜无害的小姑娘, 永远保护着我吗? 我睁开眼, 看着那天上的星星, 轻声说, 我为你报仇了, 我想你, 我想念有你的每一天, 哪怕是你离开的那天。 时间已经是晚上一点, 我回到家里, 装好了我的行李。 在离开之前, 我把屋子打扫得干干净净, 新房主会找个时间搬进来, 以后, 这套房子不属于我们了, 但这里是我与她的回忆, 我把每个地方都打扫得好干净, 宛如我们刚搬进来的那一天。 宛如那天, 她把我抱在怀中告诉我, 我们有家了。 那时候, 我有句情话, 忍着没说。 我想告诉她, 天南地北, 有你就是家。 当时, 我觉得羞耻, 不好意思说出口。 如果让我回到那天, 我多么愿意抱着她, 在她耳边说千次, 万次, 我也不厌倦。 当我打扫完, 屋里空荡荡的, 我深吸一口气, 看着大厅上悬挂着的婚纱照, 看着老公的笑容, 我也挤出笑容说, 我们出门了, 你太大了, 我带不走你。 她没有回应我, 只是在傻傻笑着。 我点起脚, 痴痴地吻在了婚纱照上, 染上我的唇印, 冰凉的相框玻璃刺激着我的嘴唇, 我的热泪落下。 离开这个曾经一起生活的地方, 我才发现这是我们真正的永别。 我好想和你一起离开, 但我会照顾好我们的孩子。 以后你见到我的时候, 我就是个老太太了, 你可不许嫌弃我。 我擦去泪水, 转身离开, 我没有再回头, 因为再看上一眼, 我会好舍不得。 我来到父母家里, 接走了我的儿子, 他们很吃惊, 我怎么这么早就来了? 我说我是已经办完了, 先来接孩子走。 儿子还在睡觉, 困困地躺在怀里, 等我告别了爸爸妈妈, 关上门之后, 我抱着儿子跪在门口, 磕了三个头。 我想, 孩儿不笑, 只能下辈子再孝顺你们了。 我抱着儿子去了机场, 他睡觉并不老实, 迷迷糊糊躺在我的怀里, 我嗅着他的味道, 儿子身上已经没有奶香味, 但我就是喜欢闻, 把他紧紧抱在怀里, 一直嗅着他的味道。 不知不觉, 儿子醒了, 他也许是被我弄痒了, 在我怀里咯咯笑着, 又迷迷糊糊地说, 妈妈, 你为什么一直吻我呀? 我说, 我闻闻你是不是个小笨蛋, 有没有笨笨的味道。 我不笨, 嗯, 妈妈嗅到了好聪明的味道。 我一下又一下亲吻他的脸颊, 天空不知不觉已经亮了, 我看了看时间, 还有一小时就登机。 儿子趴在我怀里, 他问我, 妈妈, 我们到了那边玩什么呀? 我正要回答他, 却看见机场进来了几个警察, 我皱起眉头, 为什么会有警察? 这些警察很奇怪, 他们看似不是来直岗的, 一进来就到处走, 观察每一个乘客。 我想不明白, 为什么这个点会有警察来机场? 我抱起儿子, 进了旁边的女厕所。 进厕所以后, 我找了个坑位进去, 儿子好奇地看着我, 问我, 妈妈, 我们要上厕所吗? 我蹲下身, 抚摸着他的小脸, 轻声说, 你作业有没有做完? 他快乐的小脸忽然搭了下来, 有些害怕地看着我, 搓着手说, 我会做完的。 宝贝, 妈妈不会怪你, 妈妈希望你以后有事情能自主地去做。 我亲吻着他的额头, 轻声说, 你听我说, 妈妈不在乎你将来能不能出人头地, 只要你平平安安就好。 作业你要按时做, 不管是一百分还是六十分, 妈妈都会为你开心, 只要你真的去做了, 好吗? 他点点头, 又小心翼翼地和我说, 那我这次没做完, 我还可以和妈妈玩吗? 可以啊, 你快亲亲妈妈。 妈, 你再亲亲一下。 妈, 还让你亲亲一下。 妈妈, 我亲了好多下了, 就在这时, 厕所里忽然响起了广播提醒, 提醒我坐的航班延迟起飞, 起飞时间待定。 果然, 是冲着我来的。 我抱紧儿子, 说话忍不住有些污液, 不够, 无论亲多少次, 妈妈都觉得不够。 我一次又一次亲吻他的脸颊, 外面又传来了皮鞋的脚步声, 有人在敲厕所里的门, 你好, 完事了出来一下。 注意仪容, 外面有人。 门被一次次敲响, 一个紧接一个, 那是我永远也不可能战胜的对手, 在逐渐朝我逼近。 我压低声音, 和儿子说, 宝贝, 妈妈不能陪你去玩了, 妈妈要去一个很远很远的地方, 但是妈妈会一直盯着你, 你做个好孩子, 妈妈就会回到你的身边。 为什么呀? 我不要妈妈走, 只要你做个乖宝宝, 妈妈就回来了。 可是我拿不了一百分。 我不需要你拿一百分, 永远也不需要。 我摸着他的头, 温柔地说, 只要你乖乖吃饭, 乖乖睡觉, 永远不做坏事, 永远对得起自己的良心, 你就是个好孩子。 妈妈答应你, 努力回到你的身边, 好吗? 他急哭了, 乌夜着说想和妈妈去玩。 我忍着眼泪, 答应妈妈, 做个健康长大的孩子, 好吗? 好, 我再次亲吻了他的额头, 然后打开了厕所的门。 外面果然有警察, 他们一见到我, 马上对我说, 蹲下, 我有孩子在, 能先照顾好我的小孩吗? 我把儿子轻轻推向他们, 一个警察看见了, 连忙先过来抱起孩子, 对他说, 孩子, 我们找你妈妈有点事情聊, 你不要紧张, 你叫什么名字? 儿子疑惑地看着警察, 又看了看我, 我告诉他不要害怕警察叔叔, 他乖乖趴在警察怀里, 被带出了厕所。 我看着他的小脸, 想再看一会儿, 想多看一会儿。 直到他消失在我的视线里, 我才慢慢蹲在地上, 任由手铐铐住了我, 现在怀疑你涉嫌一起按键, 请你协助调查, 跟我们走一趟。 我被戴上手铐, 上了警车, 那个航班, 我终究没能赶得上。 这一次, 轮到我被审判了, 回到警局里, 我将自己做的事情都交代了, 但我想不明白, 无论如何都想不通, 那王经理和赵丹丹 已经是必死之局了, 为什么警察会知道? 可是警察都不告诉我, 他们告诉我, 我唯一要做的, 就是把自己要做的事都交代了, 我能得知的线索, 只有赵丹丹和王经理都没死。 直到开庭那天, 我才清除了事件始末。 原来, 那王经理在发现我释放了煤气以后, 马上把全身衣服都脱了, 堵在那门缝上, 还对着衣服撒了抛尿, 用来隔绝煤气。 而他以前真是个吃喝嫖赌样样俱全的社会人, 结婚以后还被老婆抓了几次, 于是他老婆有个习惯, 一有不对就监控他的手机。 事发那晚, 王经理本来送了礼品就该回去的, 可他迟迟不回家, 又不回复老婆消息。 他老婆疑心病重, 毕竟王经理出去玩不是一次两次了。 查定位以后, 发现还在小区里, 就跑来跟物业咨询, 才知道去了赵丹丹家里。 我前脚刚走, 那王经理的媳妇后脚就来了。 孤男寡女共处将近一个小时, 偏偏还是深更半夜, 王经理的媳妇气炸了, 跑到门口砸门, 一边砸一边说, 你有本事偷人, 那你有本事就开门啊。 但屋里一直没回应, 他越想越不对劲, 觉得这是个捉奸的机会。 这娘们也是彪, 又哭又闹的, 威胁强迫物业的维修师傅 把门锁给拆了, 说他要是不拆, 他就从楼上跳下去。 维修师傅怕了, 只好把门拆开, 天天这赵丹丹家的门 是一开始交房的门, 没换过。 他拆起来得心应手, 很快就把门给拆开, 几人一看里面的情况, 下得赶紧把两人送去医院, 所以他们捡回了一条命。 我最终被判入狱五年, 我想了想, 扭头跟赵丹丹说, 五年啊, 也许我四年就改造好出来了, 你却要顶着你那张丑陋的破脸活一辈子。 毁了容的赵丹丹, 气得大吼大叫, 他崩溃地捂着脸, 说五年不够, 一定要让我去死。 他大吵大闹的代价, 就是被法院给请出去了。 我站在法庭上, 忍不住笑, 因为他的代价不会这么简单结束, 要被审判的不止是我。 在我举报后, 警方介入调查, 即使他的聊天记录已经删除, 也被警方恢复了。 他早就知道栏杆的问题, 还因此投诉过, 现在他要承担的不再是民事责任, 而是故意杀人罪, 法院基于他之前的故意隐瞒, 给他判了15年。 他提出上诉, 但是被驳回了。 永远毁容的脸, 肚子上被捅一刀, 15年牢狱之灾。 这就是他的报应。 我还提起了上诉, 物业背后的集团 马上给了我家里140万, 祈求庭外和解。 在证据确凿的情况下, 他们知道自己无法胜诉, 宁愿选择和解, 只希望我们家不要声张这件事。 我们家人都决定把钱都留给孩子, 以孩子的名义买了套房子。 在我入狱以后, 国外的亲戚知道我出事了, 他把钱退回来, 让我父母先保管着, 等我以后出狱。 我最终没能为我老公报仇, 但我知道赵丹丹交代在这儿了, 以后他的人生都避不开脸上和肚子上的两到八, 也避不开他的十五年牢狱之灾, 他的青春将永远交代在牢里, 出狱后也逃不过毁容一生。 生不如死的滋味, 他尝到了。 法院劝我好好改造, 争取早点出来。 我待在狱里, 可以看家里人写的信, 还收到了儿子的照片, 还有我的婚纱照。 婚纱照里, 老公傻笑着, 把我抱在怀里。 我看着照片, 止不住地落泪, 又忍不住笑。 我曾经有一个幸福的家庭, 直到它被摧毁了。 我不知道活着是好事还是坏事, 出狱后我还能见到自己的孩子, 可五年的牢狱生活, 能不能抹平我心里的痛呢? 也许我做错了。 但这留给世人凭说吧, 我无怨无悔。 我只是想说, 每个人都有他的父母, 他的伴侣, 他的孩子。 不要为了自己的方便, 给别人添麻烦, 不要为了自己的利益, 毁坏别人的家庭。 否则, 报应迟早会来的。